你们大王嬴政 吃给我娘的奶 我是高剑离 我是高剑离 只因骂了秦国公主一句 法师高剑离便被烙上烙印 战国末期 战火连绵工伐不断 百姓极苦无人问津 秦国王子嬴政童年时 困为赵国人至 好心的越诗女子 将其与自己的儿子高剑离 一同补育成人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秦童手足 几年后 秦赵两国交战 赵国大败 为了血洗耻辱 赵王命人杀掉在赵的所有人质 嬴政也在其中 看着情人挨个被斩首 嬴政心中很是害怕 高剑离将一切看在眼中 说着高剑离便开始弹奏 而嬴政也听同其话语 闭上双眼放下害怕 等着那迎头一抚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 轮到他的时候 刽子手却被阻止了下来 这个秦国王孙得留着 有大用 将来跟秦国一开战 用他继续做戏 就这样 千古一帝成功活了下来 到了晚上 二人偷偷潜入房中 趁着刽子手醉酒熟睡至极 将其拖到屋外 推入提前挖好的深坑中掩埋 完事后还不忘贴在地上 聆听刽子手那凄惨的叫声 不久后 事情败露 二人也被带上枷锁 等待着残酷的结局 不料就在此时 秦赵两国的战争结束 打赢的秦国派出使臣来接嬴政回国 因不仁与高剑离分离 嬴政离开时便将其也带上马车 可让他没想到 使者静趁二人熟睡之际 将高剑离丢下了马车 至此之后 二人分道扬镳 转眼数年已过 嬴政也成功登基称帝 他发下重视 要在有生之年统一六国 为此他不惜以女儿岳阳做筹码 承诺王俭扫平六国之日 便是其子王奔与岳阳澄清之时 我的话 天地人神 秦军的百万将士 都听见了 如今六国已去其三 接下来的顺序便是楚国燕国和七国 不过嬴政却不打算按顺序来 他打算先列掉燕国 不为别的 只为燕国有他的好友高剑离 那是能为他谱写秦颂的大跃士 与此同时 得知秦王要先列燕国 荆轲找到了大将军樊于七 欲借其首级去刺秦 不料却被樊于七告知 要接近嬴政必须借助高剑离 闻听此言 他立刻与樊于七来见高剑离 得知二人来意后 高剑离却并不想参合其中 说着他便拿出自己封存的古琴 开始演奏自己的兴趣 听着琴声 荆轲缓缓拔出樊于七的宝剑 斩下了其首级 看出荆轲心意已决 高剑离也不再劝阻 只希望他得手之后 可以给嬴政一个痛快 拜别了高剑离后 荆轲拿着樊于七的首级来到秦宫 本以为借着首级和燕国地图 可以轻易接近嬴政 不料嬴政对这两样东西 并不是特别感兴趣 燕国所有的城池 我比燕国国王还行 已经纳入了秦国的板 愿燕国请相遗使荆轲下殿 眼见刑刺即将失败 荆轲立刻集中生智 谎称高剑离有话要带给嬴政 听到昔日好友消息 嬴政赶忙留下荆轲 询问好友所带话语 剑离让我劝告大王 收敛暴虐 停止杀戮 天下纷争 应以义和平息 以便庶民百姓安居乐业 未表诚意 剑离断掉他自己右手十指 藏于此卷轴 什么什么 听闻好友竟然断指剑言 嬴政大惊 赶忙让荆轲乘上卷轴 随着卷轴缓缓打开 出现在里面的并不是高剑离的断指 而是匕首 荆轲迅速拿起匕首刺向嬴政 不料却被弃躲过 而错过这一击必杀的机会 荆轲的下场可想而知 被围上来的护卫死死的按在地上 你也要受骗的时候 当凭燕国吧 人处不留 此时的高剑离还不知道大难临头 直言秦军不敢冒犯自己白痴之内 话音刚落 王奔骑马闯入秦馆 命令手下将高剑离带走 屠杀了馆内所有人 看着这一幕 高剑离才明白 自己的国家真的亡了 来到秦国后 秦军开始为燕国精锐落下印记 看看你们这些燕国精锐 给我们秦国当奴隶镇合适 为我们大王修长城 祝天台 高剑离没有在意王奔的冷嘲热讽 而是将目光盯在来巡视的公主岳阳身上 看着岳阳一人出行 庶人抬轿 高剑离立即开口嘲讽 秦国是厉害 婊子都这么大拍照 见高剑离竟敢侮辱自己未来妻子 王奔大怒 果断命人给齐也落上烙印 眼见王奔发怒 高剑离慌了 立刻开口求饶 不料却依旧不能避免 岳阳见这么好玩 当即也要玩上一玩 就在此时 他看到了高剑离一旁的古情 这才明白 原来此人就是父亲口中经常提到的好友 他赶忙将其带回皇宫 看着好友额头烙印 嬴政大怒 对着王奔就是一顿呵斥 随后他叫来御医 一定要让其除掉烙印 得知烙印无法去除 嬴政很是无奈 只能语言安慰一下 文听此言 高剑离大怒 拔剑禹要行刺 不料却被王奔及时拦住 嬴政知道高剑离不敢下手 便让王奔松手 而高剑离也却如嬴政所说不敢动手 只能过过嘴瘾 对此嬴政并不在意 他召来庶民手下 让好生照顾高剑离 等他从灭国的伤痛中走出后 好位即将建立的秦朝 谱写歌功颂德的秦颂 对此高剑离自然不肯 他用绝识来对抗嬴政 看着曾经的好友这个样子 嬴政很是无奈 整日为此事头疼 得知情况后 岳阳主动请嬴 要替父亲排游解难 可以让你试试 我有个条件 我喂活了他 要他教我习琴 当我义 我很准了 得到嬴政肯定后 岳阳来到高剑离的住所 当着齐面吃东西 妄图以美食挑起高剑离兴趣 不料试了几个菜都没效果 剑状岳阳也犯难了 不知道高剑离到底要什么 万般无奈下 他只能搬出古琴 演奏高剑离与嬴政当初的歌曲 听着曾经的曲子 高剑离空洞的眼神逐渐变了 可以让你打开 人咱们 我会让你认识